差不多1.6跟2.0左右的车子就可以了 知道吗 你要买好一点的车的话 大家还是买哪里的车 大家觉得好 大家觉得 德国车 德国车 知道吗 德国车 德国车的引擎相当厉害 知道吗 大家我不讲 大家也会知道 Benz 宝马 是开十年 那个引擎都没问题的 那你要省牛 省牛的话 大家要买什么车 日本车 知道吗 要省牛的话 你就要买日本车 知道吗 丰田也好 不管也是 反正日本车比率 还是省牛的车子 日本车在国外 当初20年前看 日本车拿到美国去卖的时候 美国人怎么看他们 知道吗 小车 我们的车是3.0 4.0的 人家的1.6 2.0 吓他们 现在到美国去看吗 全都是看日本 知道吗 韩国日本开小车 反而不买大辆的车 为什么 油价起的越来越厉害了 越来越厉害 日本车在国外能成功的远动力是什么 知道吗 它就是省牛 然后再加上零件耐用 知道吗 零件耐用 用的比较紧 那韩国的车 大家看日本车有在分别在哪里呢 要这么看我的手一下吧 车子有档次嘛 高中低的档次的话 韩国车是在国外的市场 它卖什么车呢 中跟中下的车 知道吗 大家 中跟中下的车 韩国车厉害 日本车是要怎么讲呢 中跟中上车子的市场 日本车厉害 那有人讲啊 哎呀 张导你讲错 日本有个Lexus Toyota出来的 知道吧 大家 Lexus Lexus Lexus不知道 这要怎么讲 零次吗 零次的 那个品牌 那个零次的 很好的 他没有写Toyota 对吧 那零次这么卖的在国外 他要跟党名牌车 可是真正大老板 谁开那个日本车呀 对不对 还是开什么 Benz 英国的Jarga Los Lois 这种的名牌车 所谓牌子名牌 知道吗 大家 大家有机会 大家有去过法国啦 意大利啦 等等的 到名牌街去看的话 我告诉大家 名牌街又分党次 大家知道吗 名牌的当中 LV Prada 这种的是蛮多人进去 能消费呀 Shaner啦 这种的皮包啊 大家知道 Shaner的皮包是 我们人民币几百块 多少钱开始在刷 多少钱 基本是一般女人的包子 差不多两万块以上开始再算了 一个包啊 我讲得对吧 没反应 两万块开始再算了啊 Shaner啊 L 口袋没钱啊 普通工作是找一个月的工作 对不对 印尼人不是啊 听啊 去找一个礼拜的工资 蛮多人这样说 有了钱吗 一个礼拜 不干了 有个钱 没有 没钱了 再去找公子 听到我讲的 那走了就怎么样 拿着衣服 你看看 哦 经济压力很大的人 走路国家就很快 OK 再看一个什么呢 再看车子的颜色 好听 看车子的颜色 韩国车子的颜色 是有什么颜色多 大家觉得 YES 哎呀 还是我们大姐们厉害 白的跟黑灰白 占百分之八十的比率 你好好看韩国的小致 黑灰白就是很简单 听这么分两方面 白就白黑就黑呀 听得懂吗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看韩国人的民主性的民主个性 不能说百分之百的能知道 可是呢 多多少说啊 这个国家人是怎么样 你看外面 黑就黑白就白呀 明白吗 黑白比率占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是什么呢 韩国人团结的时候 韩国人看不出这个国家人 这么样子团结 知道吗 团结相当厉害 韩国九七年金融风暴 有讲过吧 金永三 九七年十二月下来 九七年的十一月份金融风暴 当初韩国政府 金大宗想了一个东西出来 看我一下吧 看我听 金大宗想到什么呢 韩国家庭啊 家里的衣柜啊 都摆着黄金啊 知道吗 大家 为什么韩国人都摆着黄金 知道吗 他们不大喜欢带黄金 可是呢 把黄金放在衣橱里面保管 为什么呢 南北韩有起过战争 战争的时候呢 大家知道 钱有没有用 钱没有用 钱在干嘛用 知道吗 烧木层要点火的时候 拿钱来用 钱没有用啊 我先告诉大家 黄金最值钱啊 那韩国人就懂得怎么样子呢 你已经二十分钟摸脸了 一直摸到二十分 上车到现在 很过分啊 你我那么尽心的这样子跟你介绍 二十分了啊 给个面子吧 看我一下 刚刚已经弄了一个小时 还在摸呀 好 再听啊 哎呀 我刚刚讲到哪里 金大宗 他就跟大家人民讲什么话听啊 大家 大宙 一 大宗 小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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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